大家好,我是卡姐 今天卡姐又出街 最近很多地方有關火 所以天氣有點霧霾 如果氣管不好的朋友 盡量在家 如果要出街,要戴口罩 吸收空氣不太好 平時天氣是藍色 最近好像有點混濁 我今天準備去維多里 很多人說維多里是唐人鬥 那裡是最有煙火味的地方 是我們普羅百姓喜歡聚居 或者是喜歡在那裡消費 吃東西的地方 很有人間煙火味的地方 我都經常過去 過去做什麼呢? 買我自己喜歡吃的唐人麵包 或者是去看看有什麼送菜賣 或者那裡也有幾間酒樓 有茶餐廳 整條街,你拍好車 最重要就是 那些街可以隨便拍 在下午餐廳 在下午餐廳真的不行 寸金赤土 一拍就 6、7、8、8 這樣算上去 拍到心驚膽跳 所以現在 在下午餐廳 我多數會用腳去走 在下午餐廳 如果我想走一些特色的地方 我開車 我便會選擇一些 來下午餐廳 亦都不是很遠 亦都可以拍車不用付錢 亦都很方便的地方 我會選擇這些地方 早上出來逛逛 最近我的影片 都出得比較近 為什麼會這麼近呢? 有時一天都有兩條影片 我想在接下來的日子 計劃一個旅行 與其旅行 不如說 跟家人團聚 去相聚 去探望小孩 因為這一段時間 家裡的老人家 都需要多些照顧 身體上有些問題 我現在希望拍到的影片 都盡量上傳 如果去一個旅行 可能會停耕 沒有辦法拍片 會盡量給自己休息 所以我現在拍一些影片 希望多些影片 如果有網友支持我 都可以回來看 都夠影片看的 我現在提到 早上都是出來逛逛 有什麼好逛逛呢? 最近唐人街的治安 又有些問題出了 附近的流浪漢 或者是隱君子 還有精神病患 現在聚集在 在Hasting 一至三個街區 一至兩個街區 不是很大 但是這些人 政府一天不處理 都是有隱患 不是我們不去同情這些人 不是我們不去同情這些人 但是呢 如果你說有精神病的 又都要放出來的 沒有一間醫院去和他們 留他們在這裡治療 他們只是日間去一些診所裡拿藥 或者一些隱君子 他吃了一些違禁品之後 他自己都好像 不是一個做人的狀態裡面 這真的很難說 你說他是不是真的針對我們唐人歧視呢? 我覺得就未必的 如果這一群人放去 本拿比、列治文、素里、高桂林 我想那裡 他一樣是胡作非為的這些人 只不過在唐人街 唐人街多數都是老人家 多數都是婦孺、嬸嬸、阿姨在那邊買菜 始終這些都是比較弱勢些的人 他們就黑黑白白 或者他都精神失常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社會問題 社會問題最終歸根到底 也是政府的問題 所以也是一個很難解決的棘手問題 政府一直把他們趕走的角落 眼不見為乾淨 其實對於我們華埠 是真的很不公平的 所以華埠的人也忍耐了很久了 希望現在就算了 將地全賣給發展商 扭發展商來重建 重建了之後 都會保留唐人街的 但是那個範圍就會縮小了很多 都好過現在這樣 如果重建的始終那個地方 是連著溫哥華的downtown 都是串金赤土 而且在Hasting那裡一帶 如果你建高樓 全部應該將來是價值不非的 因為是看到那個海峽的 看到北溫西溫那邊的 風景非常之美 現在的建築費又這麼貴 如果建一些高樓的公寓高層住宅 相信都價值不非的 如果建一些這麼價值不非的公寓 在那裡 相信也會有保安 我經常都會留意一些 街道上的狀況 例如我見到在 在丹思齊公園附近 經常都見到 有一些帳篷在扎營 就是有一些推著 購物卡在那裡 但是很快就清除了 那你這頭清除 可能他前一晚 晚上你那些市政的人 收到工之後 他又來在那裡 安盈窄宅 好像貓捉老鼠一樣 但是都捉得很快很勤 可能地段不同 居住人的身份不同 因為在David Lamb公園附近 福溪河這邊 那些向海的單位 動質是幾百萬 三四百萬 五六百萬 都有 住得上這些屋的人 是非常之 一是富有 一是有身份 所以可能 也都是 投鼠忌器 一個電話打過去 可能就會是 捉得更近 所以一見到就拆了 那些帳篷 有時候 會不會是 真是人微 就聲箭呢 也有很多公公婆婆 在唐人街 她又不懂英文 很多時候 好像投訴無門 說出來 又都好像 講來講去三腹痞 現在希望唐人街 第二代 第三代 懂得說英文的人 就向政府 不斷施加我們的訴求 不是說壓力 是訴求 希望治安好 人才安居樂業 如果出來 擔驚受怕 你不要說做生意 你連去 去那個地方 走 或者消費 你都可能有一個 心理壓力 對吧 所以呢 就是 我們 就算是 華人也好 其實都不僅是華人 有很多是非華裔的人 都 在幫忙 在幫我們 去訴求 特別在這個 剛剛完成了這個 市選裡面 我都很留意 看那些參選人的履歷 和他自己出來競選的 他自己的一個承諾 當然 很多是正派的人 承諾歸承諾 到他坐上的位置 可能有另一回事 那麼 他的解釋就是 考虎難為無米之吹 誰坐上去都是一個燙手的芋頭 都是 難搞的 難搞 難搞都要搞的 是嗎 是關係到很多人的利益 是嗎 很多人買了一些舖 在 唐人街 唐人街的商舖 地稅是很高的 大家去市政府查一下你就知道了 非常之高 那麼你這麼高的地稅 你是不是要出租出去 才有那個 維持得到 不要說賺不賺錢 是嗎 你起碼你現在 地稅啊 很多保險啊 那些 那麼 現在又有很多 以前呢 就有很多那些圖鴉 圖鴉 他不是捉那些圖鴉者 而是呢 就要罰那些業主呢 你一定要清洗那個外場啊 一定要游過去啊 那你就是重重覆覆這樣 你是不是 就是勞民相財 那所以呢 很多時候 不是說我們來到這個地方生活 我們就要是沉默啊 規規矩 我們當然要守法的規規矩 是吧 那有些事情呢 我們都要團結啊 發聲啊 向政府呢 就是反映 就是不斷去說啦 如果你是 當選了的 你坐上個位那裡 你不是說坐上個位那裡 去吃一份很好的 薪工啊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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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糧享啊 是吧 而是真的要 父母官來的嘛 你市政府 三級政府 之中的 市政府呢 你就是要 幫當地的人民 解困的嘛 是吧 所以呢 我這次呢 都 真的 落足眼力去選 但是有時候呢 都 我們就盡做啦 做市民 那 有時候的事情 真是 都 都 很無奈 無可奈何 那 所以 現在呢 就是 等待啦 等待 就是 如果政府解決不了呢 就 希望 引來一些 建築商 將它地貌 換身顏 直接將它 換了一個環境 那 這些人呢 可能呢 以後 又都不知道 流傳去哪個城市 哪個街區的了 那些人呢 都是一個很痛苦的了 這樣 真是 無辦法 現在呢 我已經進入了這條 就是 維多里街了 維多里街 就是唐人叫她的 她自己本身有個 Vittoria Dry這個名字的 我現在呢 就去一個酒樓那裏呢 就去 喝茶 那 喝完茶之後呢 我 就 跟大家去看一看 這邊的 環境 那 我們 家人呢 都有一些物業在收租的 其實 這邊 那些 環境不錯的 雖然它是 東區 其實呢 在我們 住了幾十年的 老華僑的眼裡 東區和西區呢 都 我覺得呢 就是 西區 為什麼 覺得它 又貴 又好像很高尚呢 其實就是 八十年代 那些 香港人過來 就說 要買一些西區的屋 將它吹捧到 現在呢 就天價 那 就是住了進去之後呢 其實都 都不是這麼安寧 那些地稅 高到不得了 一條街之隔 東西區 隔開一條街 那個地稅 所有費用 都完全不是那回事的了 那 其實呢 我們都是安居樂業的 是不是 找個地方住呢 其實哪裏 都有好環境 哪裏 有些好的 街區 街道 是不是 就 其實就 不需要 那麼刻意 那 現在呢 我就 停在這裏了 那 真的 在 其他地方 離開了 Downtown 很多時候 就是 真的你可以 到處拍的 那 沒有辦法 Downtown 它就是 這麼大的地方 如果 每個人都不需要入標 那 又是 這樣拍 我想 可能 住在丹丹的人 也都沒辦法走得到的了 有時候 都很難說的 有時候 我們都換位 去跟市政府的人 想一下 就是 我們市民 有市民的訴求 其實呢 市政府 有時候他們都很難做的 是吧 所以 我們看東西 就客觀一點 兩邊去看 是吧 那 人呢 就會豁達一點 就不會說 就是太過 做憤怒了 是吧 我現在喝完茶 又帶大家看一下 這裏都是屬於東區的位置的一些屋子 其實都很不錯的 這裏的屋子 都是一些獨立的屋子來的 我記得 我讀完書出來找工作的時候 這邊的屋子 十幾二十萬有交易的了 雖然那個時候 人工都是低的 但是 同樣 屋價 物價 物價 都是 真是可以 很輕鬆的生活 我記得那時候 買屋子 不是說 那麼高不可攀 不是說 一個夢想 那你如果是 真是 是 有份 很固定的 收入 工作 真是 置業 就 是 不是一個難事 基本上 以前很多溫哥華人 都會是 自治物業的 都會買的 那麼 當然 也都要向銀行借貸 是不是 那麼 長命債 長命還 那些 mortgage 你看現在的屋子 真的很美 很優靜 有些重建的 都幾骨子 現在 是一個 33尺 在這個地帶 就算是舊屋 你可以用來拆 那些屋 OT的屋 其實OT屋 都要拆得 8899 現在 很多都現在的屋 都是 70年代 尾 80年代 初 起 都算是舊屋 現在 現在買的舊屋 起碼都三百多萬 你蓋得出來 起碼都四百多萬 以這些樓價 人均收入來計 始終就是一個 好像一個夢想 因為我們以前 你說十幾二十萬 但是你有千多二千元 一個月的人工 吃都是很便宜的 一個家庭 可能都是 吃很普通的東西 就是 魚、肉 都可以吃的 那你都是 100元 鬆一點的 伙食費 一個月 那你其他 就可以儲得起來 那你現在 一下子跳到幾百萬 根本上 你怎樣節衣縮 吃 我想都很難 儲得幾百萬 所以 很多人已經 已經置業了的人 多數都不會 現在去賣屋 賣了屋 根本上 你拿著那筆錢 是追不上通脹 之餘 亦都追不上樓價 所以很多人現在 一動不如一靜 我守住這間屋 最多維修 貼些錢下去維修 那我現在來這間 二手家具店 我很多時候都會過來看看 因為我呢 就會在這裏 買一些 二手家具 放在一些出租屋 那裏 有很多人就說 其實去IKEA買不還抵 其實 在IKEA的東西是抵 但是呢 我總是覺得 那些東西不太耐心 你如果出租屋 人家不會跟你很鏡石地用 還有呢 我在這裏買那些 二手家具 好像餐桌 椅子 那些 那些 它都是有些年月的 它不會那麼容易爛 首先 它可能都有五六十年歷史 本身都 而且呢 用這種傢俬去佈置 那些出租屋 是很容易租得出去的 一種很古色古香 很優雅 是很吸引本地的主流社會的人 去租住的 他們是真的可能根深蒂固 他們覺得這些傢俬很有品味 很優雅 而你 IKEA的傢俬 很多就是比較現代一些 又或者是比較有些 北歐的簡約風 但是它那個 用料 就真的不敢公為 我都試過買過幾個櫃 大家都知道 那些傢俬買回來 就要自己裝嵌 那些 螺絲的孔 它們全部都是用電腦去計好 但是 計好位置是對的 但是由於它那些 好像合成的 借渣板 這樣 那你領那個螺絲 如果領得不到位的時候 就會是 那個螺絲的孔 所以 就是我的經驗之談 我自此之後 我都買過幾次 後來不買了 我寧願買這些二手傢俬 反而 佈置好 以一些 怎樣的Style 我就不斷去看一些雜誌 看一些雜誌 佈置得好像維多利亞式 因為我們 這些出租屋 很多都是一些 舊的House 來的 那麼舊的House 你配合那些舊的傢俬 就很match 很漂亮的 所以 基本上 你擺這種傢俬 佈置得比較 很有古典味道 年代感 是很吸引的 很多人 一看便喜歡 一看便租 這個也是一個秘訣 你說 二手傢俬 是否很便宜 不是的 二手傢俬 其實都不便宜 分分鐘是貴 過IKEA 是的 但是 品味不同 我有些租客 他是來自於歐洲 他來租屋的時候 他看到你一間屋 這樣佈置 他說 很有親切感 因為可能他們在歐洲 他們住的屋 都是差不多 或者他們 跟父母住 他們那個年代的人 亦都是用這種 這樣的傢俬 所以他來到之後 他就覺得 非常之親切 今天這個哥哥仔 就好好聊 跟我聊了 半個小時 現在他就開了 那些燈 給我看 你看清楚一點 那我就慢慢看 有時候都不可以亂買 因為都不便宜 但是他那些款式 就獨一無二 很多人都不喜歡 那些舊家師 說老實 他們覺得 人家用過 特別中國人 他們那種心理上的抗拒 其實舊家師 有舊家師 好 我家裡 現在住的一個公寓單位 那些家師 很多朋友來探望我 他都說 你應該那個 一個這樣向海的海景的一個單位 你應該設計到很 modern 但是我和我的身邊人都很喜歡一些很古典的東西 而我的祖父輩 他們過來的時候 都運了很多那些中式家師 還有我的另一半 他家人 也都是有很多那些古董家師 他們以前用下來都已經是百多年歷史了 那麼他們一九不知一幾年 一九二幾年 他的家族就飄揚過海 就由英國呢 就過到去波士頓的 過到去美國那邊 再這樣 後來之後 又過到來 加拿大西岸這邊 那邊 他們都用了很多年 月日那些這樣的家師 有時候都給我一些 都是家人用過的 那我又覺得OK 所以我家裡 有一幅很大的鏡 好像酒店式的鏡 當時搬上來的時候 用六個 六個都是西人 他的升降機是進不了的 要走後樓梯才搬上來的 他跟我說的 Rebecca 下次你搬家不要再叫我了 很辛苦 跟你搬上去 我家裡 我很喜歡一些古董的東西 我覺得那些真是歷久常身 因為你新的家師 你看上去 你看上去都是這樣的樣子 我的睡房 有一個是屏風 那個屏風也是二百多年歷史的了 當然是在中國家鄉那邊 運過來 當然不是我這一代人 運過來 我相信二百多年歷史 家人都用了百多年歷史 那些太藍 所有那些比較高級的裝飾 當時的一些材料 他雙嵌在屏風上 還有那些木是紫檀 紫檀的木是非常之靚的 好像有些油脂 很少的是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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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這樣就是 真的是擺幾十年 到我手都擺了幾十年 都是很漂亮 還有那些馬路、那些肉 現在根本找不到 也不可能一個個圖案黏上去 所以很多人都說 琪姐,對呀,琪姐家裡 真的有時候坐就不是很好坐 這些椅子說老實 這些傢俬都是一個裝飾 其實是大而無當 但是這些都是有歷史的 有年份的 你說跟現在的歐洲傢俬 即是那些歐陸傢俬 IKEA那些 你根本上是沒有得比的 價值都沒有得比的 你買屋的保險的時候 它分分鐘是要你另外買多一份保險 因為這些是價值不菲的東西 那麼很多朋友就說 你可不可以拍下我? 我會的,有機會的 我等到 等到一個訂閱的額 我都會拍一拍 回饋回支持我的網友 拍一拍我家裡那些 比較古色古香的東西 其實我身邊人都很喜歡 其實英國人和日本人 他們都很珍惜一些很古舊 很有年份的東西 手錶 甚至珠寶 傢俬 他們都非常喜歡有些年份的東西 因為那時候的工藝 現在說老實 你是做不到的 找不回那些師傅來做的 是不是? 很精緻 很要求的 以前那些設計 好了 現在呢 我又帶大家走一走 這邊呢 都是這些店舖 我又等一會 走回去一些內街 給大家看看 內街又有些什麼屋 傢姐那些視頻呢 就比較是東拉西扯 有時是煮下菜 有時是出來逛街 那煮菜呢 講老實呢 你餐餐煮都煮不到什麼花樣出來 有人煮菜比傢姐 萬千倍 我真的 不太敢搬玩弄虎 那我那些菜 只不過就是 哄一下在這裏出生的那些 CBC 講了中菜 不是講西餐 那這邊那些 真是在這裏出生 或者在這裏大 那西小過來的人呢 他們對於 煮的那些 中餐呢 是比較是 你要講得詳細些 應該呢 用回我那些人 不中不西 的人來說呢 他們就講得明白了 因為完全用中式化去講 有時他們不太明白 還有呢 太複雜的東西呢 他們看完等於 就看完了 我有時 我都問我的子女 你們有沒有看下 那些視頻 有講 煮菜的那些 他說 太複雜了 哇 他一擺開的時候 十個八個碗仔 不同的醬汁 他說 我都記不到 那 有時都不看的了 即是煮不到 所以我就是 朝著一個方向 就是 越簡單越好 最好 一兩樣調味 煮出來 又清爽又好吃 但是有時都要出來走 你看這些平房 很骨子的 這些 以前真的很便宜 這些房子 十多萬有交易 不是一個夢想 那些家人 就種菜 就種到出來 路邊 其實這條路 路邊 是市政府的 是那個花園那個 那個 閘裡面 才是你自己的 地來的 出到來 這條 有樹這條 有人行道 這條 就是city的路來的 但是現在很多人都是 把花花草草 都種出來街 但是 雖然這條 行人路是市政府的 但是到冬天下雪的時候 積雪 你門前這一段 你就要出來剷 如果 你不剷了積雪 走過的人 在這裏 跌低 或者是 郵差來送信的時候 滑低 那你就很嚴重 那你就真的賠錢 賠到你暈了 所以呢 一定要剷得乾乾淨淨的 這些路 雖然是city的 那 真的要 住這種屋 為什麼有些 上多年幾 開始要想住公寓呢 不是說不想剷 而是剷不動 沒有力剷 你太低溫的時候 你出來剷雪 你真的剷一陣 你就要回家裡 因為太低溫 人會缺氧的 很多人不知道 很早期的 留學生出來 兼職做這些 真的失去了生命 他們不知道 其實真的要好注意 好了 今天就談到這裏了 多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見